哈囉大家好我是超級粉絲的大學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在下週全新的GN情報 在下週有全新的魔神戰 可以打到這一張免費的背心魔師 那這一張背心魔師我覺得比10抽的背心魔師還要強欸 它的主動技能有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可以將所有符石轉換成 固定數量位置的無屬飛牆畫珠 變成一回合耐受足無視攻前整版消除 自身以20% 23%攻擊追打無屬性攻擊23次 攻前盾或攻擊傷害疾病敵人 自身CD在-6 那如果說你一直開他的技能去擊斃敵人的話 他就可以一直開技能 它的2技能是CD6 可以將所有版面強化珠 並且把COMBO數固定在23 隊長是獸類自身級 隊長無視數字盾 等一下 現在越來越多無視數字盾的卡片了 光頭真的要哭了啦 它的隊伍技能是 如果隊伍中是有帶有這張背心魔師 以及整隊是火屬性 或者是整隊是獸類的話 最左方的背心魔師三維基值2.3倍 火屬性級獸類進場CD-2 背心魔師進場CD-3 那它本身是火獸 所以它進場CD-5 如果再當上-CD龍科的話 它進場就可以開技能了 那再來看一下 全新的境外探索卡片 勒爾克斯CD-6 總共帶5個效果 6個效果 可以直接扣血 以及將移動碰觸到的浮屍片強化珠 以及魔竹珠 所有成員對目標額外兩倍攻擊力 所有成員對人類目標再額外兩倍 以弓箭炮或者是攻擊擊斃敵敵人自身CD-5 那這張也是一樣是透過一直擊斃敵人可以幫自己減CD 最後是下個禮拜會有追加的Extra的挑戰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看更多關心的影片 不要忘了開啟按鈕按讚鈕 以及喜歡小鈴鐺 我是尚卡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